毕竟12轮卓队厮杀 詹基云 这位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 成为理性的实力辨手 最终 文座陈敏导师团队的积分榜榜首 而来自澳门的辩论教练杨孝阳 凭借着最后一场比赛出色的发挥 成为了林郑坚导师团队积分最高者 两人取得争夺冠军资格赛的门票 第一轮比赛就很有看头 思路清晰的张庆云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应战来自马来西亚的 辩论高手曾明映 针对青年成才究竟是需要自身能力 还是外部机遇进行正版陈述 我先定一下什么是成才 总共有两个标准要看 第一个标准 功成名就 有一些话真的很想说 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辩手 其实一直面对很多的误解跟误会 说马来西亚 华人 华语都特别烂 想找一个能特别厉害出来的都没有 但我只想说 即便外部机遇再差一号 我只想跟他说一句话 我靠这自身的能力站在台上 马来西亚即便华语教育再不好 我还能靠这些能力 一句一句话把它学得自正腔圆来 无论机遇如何 能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成名就 不要怪机遇 只要看自己 把一切的导音 怪罪与自身都能够帮助成长 一切怪罪与命 你是毫无可成长的动机所在 所以从功成名就这个角度 我告诉大家 这是能力更重要的 外部境遇我觉得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叫时事 第二件叫环境 时事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 作为一个平凡的个体 一定会受到它的影响 有的时候这种影响来得突如其来 有的时候是时代的 我们一路走来 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时代变化 男女更加平等 大学扩招 中国的经济强大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机遇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点 其实就这一个 一个人能不能够抓住机遇 有的时候真的不怪他自己 而怪机遇 我在贵州长大 我人生中的启蒙导师 是我的两个邻居 伯伯和阿姨 他们是60年代 上海的知识青年 因为上山下乡的运动 去到贵州 我们在他们家 做数学题这样一步步长大 我要到很多年以后 才明白 这份和中国上一代老大学生 和老知识分子的相遇 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机遇 他们给我一种东西叫眼界 是在那个年纪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说 只有学不好理科的人 才去读文科 所以大家都劝我 去读理科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去坚持自己 真正喜欢的东西 虽然最后我能够去香港 是因为我付出的努力 也因为香港 开始在贵州招生 可是我踏上这条路 拥有这个历史 是从那份机遇开始的 这个世界上很无奈的 有一种东西 你无论怎么靠自身的努力 改变不了 而需要一个人点起 这个东西叫眼界 谢谢 投票通道关闭 我最喜欢的辩论就是这样 不是为了简单的输赢 而是能够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只有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只有境界相同的人在一起 那样的辩论 才是最美的辩论 因为那个是为了道义 为了理想 为了真理的辩论 就是你们现在的辩论 恭喜你们 我觉得我好像最后参加的 不是一场辩论的决赛 我觉得我在听两个 很动人的故事 我很了解 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 遇见了很多不同时代的挑战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的 幸运重新回来 他找回他的信心 一个从贵重走出来的女孩 一个从马来西亚走出来的华人 可以走到华人辩论大会 为你们两个智商 非常深的敬意 谢谢 在世界听我说的舞台上 观众们看到的 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辩论比赛 更有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人生故事 我觉得人生的很多机遇 并不是用成功来衡量的 就像我在给队里输掉这么多分的时候 我的队友们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安慰和支持 我觉得我收获到这一切 比我的分输和这个冠军都更重要 谢谢 谢谢大家 有请冠军 张青云登上宝座 不经风雨 增进彩虹 通往成功的道路 虽然充满了荆棘与坎坷 但只要你勇敢面对 有勇气大胆地去床 坚持走到最后 你就是胜利者 恭喜张青云 在这个低档起伏的过程中 坚持到最后 成为了世界听我说 寻求华人辩论大会的 宁度总冠军